有一个弟子整天想去度人 但是自身的缺点很多 而且呢他还不悔改 每天要在这方面耗费很多的时间 有一天这个弟子去问禅师 禅师听他说完就问他 哎你知道一朵花有多大吗 这个弟子说 禅师有的呢花像手指这么大 有的呢像拳头这么大 有的呢像巴掌这么大 最大的也不会大过脸棚 那么禅师说 那花香有多大了 花香 花香有多大了 禅师说 我是指花香能够传播到多远的空间 禅师有的可以溢满整个房间 有的可以溢满一个广场 如果有风 有的花香可以传到几里地开外 几里地有多少个脸棚呢 禅师说 禅师说 你要知道 如果把花香比作花的灵魂 那么一个生命的灵魂 方香永远要比人的漂亮的形体 传播的更长远 影响更深远 所以一个能够帮助人家 为别人造福的人 他的外表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 想一想 雷锋 他这种精神 永远激励着我们去做善事 花香就是人的修为 而莲花就是人的本性 记住 佛法维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就像一根细细的佛灯的灯心 人心像一个填满了汇油的灯盏 燃起的人心中的灯心 放射出无尽的光芒 照耀着整个世界 乃至无边无际的宇宙 如果我们学佛人没有这个心 那就相当于一个油灯 没有灯心一样 火即刻就灭了 换句话说 如果人心失去了佛教的教化 抽掉了英国定律的维系 人心那就会肆无忌惮 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所以学佛人的心 那是维系在佛心之上 所以跟学佛人交朋友 跟学得好的人交朋友 你的心永远是佛光万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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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